《追悔力》 我们说哎呀我忏悔啊 忏悔啊 你忏悉什么 不知道 你跑到父前面说 我念他个四句 你真的忏了吗 这个很简单的 所谓忏悔的话 对你以前所做的 觉得不对 你怎么晓得他不对啊 有个对的东西 摆在那里衡量 你一定是对跟不对 衡量出来了以后 那个时候 你才衡量出来 对跟不对 现在你根本不晓得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不对 你说的忏悔 忏悔什么 你能忏 连他忏悔什么都不知道 就能忏得干净了吗 就像我们就说 啊你去拔拔草 什么是草不知道 这样 所以人家说那个笑话 叫他去拔草 结果拔了半天 那个菜都拔掉了 草还在那里 为什么 菜长得高嘛 那个草啊 小小的在那里 他就拼命去拔了半天 他自己觉得 哎呦 他就用功了用了半天 结果啊 哎糟了 菜要种的东西 统统被他弄掉了 然后呢 那个东西没有 这不是个笑话 如果我们仔细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往往就都 我现在好用功修行 你看 我也出了家 这个也放下 那个也放下 然后呢 这个那些人怎么不供养 我跑掉了也不供 我磕头 又是个挫家人 然后呢 这个人不对 那个人也不对 你注意什么啊 你做这个 就是你把菜都拔掉了 然后呢 这个草都在流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我绝对不是说的笑话 你自己检查检查看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啊 我自己一方面很不忍心 一方面看起来 在座的啊 有几位同学好了 还赞叹欢喜啊 我都是靠了他 他做了很多善业啊 我占了光啊 随喜功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同学啊 偶然有几位同学不理想啊 啊 我心里真痛心啊 我呀 真是不晓得什么帮忙他 唯一的办法 总希望啊 都啊 避避他 就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大家条件不够的话 你们记住 有人来病理啊 你应该感谢他 否则的话呢 趁早啊 回家去 那还少少找一点罪药 至少将来啊 不会 地狱里面受苦 这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好 所以这段 师父开始讲得很清楚 所以平常你说 我忏悔啊 我忏悔 结果你忏悔什么 你又不知道 所以师父说 你跑到佛间 说我念四句 就是这个 往昔所道诸而言 那个四句 师父说 你真的忏了吗 这个很简单 所以所谓的忏悔 就是因为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 你觉得不对 你怎么晓得 他不对呢 因为有一个对的东西 摆在那里 衡量 你一定是拿对的 跟不对的 衡量出来以后 那个时候 你才衡量得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师父立就说 这我们刚刚说的嘛 实修 实力忏悔 第一个什么 正规依法 依止力先提起来 你有这个对的标准 对照 你才知道自己要 追悔什么 好 我再问你们一下 法的特征是什么 法的主要的内容 讲的是什么 佛法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 佛法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 好 问的简单一点 佛法里面讲的政见 主要是什么 这个时间比较晚 你们有点困是不是 学广论同学应该知道 佛法里面主要的政见是什么 业果政见跟空政见 业果政见跟空政见 对不对 所以当你正规依法 拿正确的法来衡量自己的时候 记得最起码的标准一定是什么 业果见 业果见 业果见的特征是什么 前面几集我常常讲 因为我见的特征是什么 境界不是从他自己那方面成立而有的 它是我业力所感的 不是他自信的 本来的就一定是好 也不是他自信的 本来的一定就是坏 它会呈现出好的作用跟坏的作用 是因为我的业力所感的的 这就是业果见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那个人也是一样 那个人不是他自信 本来就是要伤害我 也不是他自信本来就一定要帮助我 他会显现出伤害我 还是帮助我的作用 是我的业力所感得的 这点就很重要 所以呢 如果你一边忏悔 我以前喜欢开玩笑 我说 如果你一边忏悔 然后说 师父 曾荣老师 我跟你们忏悔 然后你拜下去 然后说 那个人实在太可恶了 好 师父我跟你忏悔 那个人实在太可恶了 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把正确的标准拿出来 没有把业果见拿出来 好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追悔力就还没有形成 所以师父说 你一定是把对的标准拿出来衡量 你才会知道哪一个是错的 你才能忏好 否则师父说 连他忏些什么都不知道 这怎么能忏得干净的 后面师父就举了一个 那个拔草的辟语嘛 说该拔的是草 结果为什么会拔菜 刚刚师父有讲 为什么说该拔的草不拔 结果去拔菜了 为什么 因为菜长得高 然后那个草小小的在这里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辟语如果真的放到你 真实的修行的境界里边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对啊 你没有正见 你是不是颠倒 就会被表象迷惑 所以真正不该拔的草 因为长得很高很显眼 你就拔 然后真正该拔的草 因为小小的不显眼 你就不拔 对不对 所以那就很像什么 如果我没有业果正见的时候 好 那我为什么要报复那个人呢 因为他可恶啊 为什么要报复那个人呢 因为这样憋气啊 对不对 可恶跟憋气 这个事情长得高高的 你就想拔 好 你就想拔 然后呢 那个 那我为什么要照着正法做 因为后世有快乐啊 后世的快乐 对你来讲长得小小的 你就舍弃掉 好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师父说 他自己觉得 哦呦 他用功了 用了半天 结果糟了 菜 要种的东西 统统被他弄掉了 好 是不是说 这个不是笑话哦 如果我们仔细检查 现在我们往往觉得 哎呦 我现在要好好用功修行哦 你看我又出家了 这个也放下 那个也放下了 然后 这个人怎么不供养我 跑来也不跟我磕头 好 这个人不对 那个人不对 是不是说 你做些什么啊 你这样做 就是把你那个菜都拔掉了 然后那个草就留在这个地方了 师父说 这个我绝对不是说的笑话 你仔细检查 检查看 你仔细检查检查看 师父很强调 他说的不是笑话 辟育虽然听起来很好懂 这个笑话 听起来有点像笑话 师父说绝对不是这个笑话 其实最明显的就像什么 最近全广进度 不是讲到了广大西求吗 广大西求 就是玉令辖身不堂娟 对不对 诸有偏执安慰父是争助 聚变善恶妙慧力是聚会 玉令辖身不堂娟 讲的是广大西求 那地址下里面广大西求不是讲很重要吗 对不对 我讲一个批语 让你体会一下广大西求怎么重要 好 今天假如 好 你有一笔钱 你可以去投资 好 我讲投资 你们不要感兴趣啊 今天假如有一笔钱 你可以去投资 第一个投资是你可以做的 可以赚一亿 第二个投资也是你可以做的 可以赚一万 好 但是因为你没有广大西求 你心里自我设限 你觉得 那个一亿的跟我没关系 我一定没有能力 我一定做不到 我没份 所以你只是很认真的把你的钱投到那个做一万 只赚一万的投资计划 你还做得很认真 这个时候用世间的经济学讲都会说 其实你这样不叫赚一万 你这样叫损失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钱本来可以发挥赚一亿的效果 结果你没让它发挥这个效果 你只让它产生了赚一万的作用 这个来讲叫做你损失了 不叫你有赚 这就是什么 没有广大西求的过患 所以为什么广大西求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今天 遇到了师父 遇到了真如老师 遇到了传承师长 遇到了中大师这个圆满的教法 中大师圆满教法殊胜到什么程度 可以让五着二世 照五无间罪的众生 都有机会及身成佛 这么殊胜的教法 这么殊胜的传承 那我问你 你目前为止有没有照五无间罪 所以你遇到这个教法 遇到这个传承 你是有机会及身成佛的 那只要你按照这个传承 把要领 把方法做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广大西求 你就觉得说成佛我是没份的 及身成佛更别想 这样子你来学中大师教法 你来跟师父学 你来跟真如老师学 其实你得到的利益会小很多 就有点像我刚刚那个例子里面一样 你只去忙那个赚一万的事情 其实认真讲 跟你真正拥有的机会相比 其实你是赔了 这就是没有广大西求的过患 听得懂的意思吗 所以这点其实很重要 你要我举的再鲜明一点的例子 我常常就讲 真如老师不是有讲吗 所有的烦恼当中 你最先要忏悔的 是对自己的善知识的不幸 因为我们都说道之根本 是情情善知识 对不对 情情善知识 又是修信为根本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如老师这个抉择 他就是透过广论 这个完整的教授 抉择出你真正要忏悔的重点在这里 对自己所意志的善知识的不幸 这个是要真正忏的重点 你懂得在重点上面忏 你懂得把握重点修行 你将来得到的收获才大 所以你要忏就忏什么 哎呀 为什么不能赶快申请 像真如老师一样的圆满的意志法呢 我为什么对真如老师 对师父的信心 不能像真如老师 对师父的信心那样呢 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忏 你不要老是想说 哎呀 师父离我好远了 真如老师也离我好远 我一定没有机会 直接得到他们的射手 我一定没办法 直接跟他们学习 想都不要想了 然后我今天跟这个人吵架了 我好好忏这个事情就好了 这就是没有广大需求 虽然你很认真 但是你得到的利益很小 懂吗 当然忏悔比不忏悔好 但是相较于你真正要得到 那个最好的利益 这样太可惜了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广大需求很重要 这也是师父这边讲的 你学到这个教法 你要知道真正的标准是什么 你才知道对准关键 去忏悔 去其知了 这也很重要 所以师父其实在广大律音带里面 上世道也有讲过这个概念 真正尽罪集资 你一定要对准修行的恶药关键 去增长顺缘 才叫集资良 对准修行的恶药关键 去拿掉为缘才叫除障碍 绝对不是 你造了一点善业就叫集资良 你有拜餐你就除障碍 你到底有没有对准修行的重心 那这个修行的重心在哪里 你一定要用中大师这个圆满的教法 来抉择修行的重心在哪里 就像真正老师讲的 所有的反导当中 最先要忏悔的是对三十四的不幸 这就是透过教理 抉择出来的修行的重心 这样去做 才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点就很重要 这就是法的标准 所以师父后面讲 这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自己一方面很不忍心 一方面看在座有好几位同学 哇 我真是赞叹欢喜 我都是靠了他 他做了很多善业 我沾了光水洗功德 好 所以就像我们也一样吧 你看到周围有人造善业 然后有一个修行很有进步 你是不是很高兴沾光了 我可以修水洗 水洗功德一样大 对不对 你就很高兴嘛 对不对 不过我这边我也厘清一个误解 有的人刚学广论还是没学广论 也不一定 也许有人学很久广论还是有这种误解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在这边修行 修行得这么辛苦 累得半死不活的 好不容易累积这样一点功德 你一水洗你就都有了 真不甘心 会不会这样 注意啊 业骨的道理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讲 与人越多而己越得 对不对 你同样做一分工 你同样用工一分 结果不但你得到好处 他也因为你的水洗得到好处 这不是更好吗 第二 他就是因为水洗你的功德得到好处 算不算你对他有做贡献 对你来讲 是不是造善业 与人越多而己越得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将来你的生活会更好啊 所以呢 你应该怎么讲 我所有的功德 欢迎所有的众生来水洗 实际上这样你会得到更多 因为你利益到更多人 不是这样吗 好 所以有些脑筋很好的小朋友 有的时候会有点调皮 他就会说 我水洗你 水洗我的 水洗的水洗 都不想漏 一点都不想漏 好 那但是师父说 也有一些同学 表现不太理想 师父说 我心里一直痛心啊 好 我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样帮他 唯一的办法总希望多逼逼他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就是碰到有一些表现不理想的同学 师父心里就很担心嘛 佛菩萨都这样子嘛 注意哦 当你听到师父说 对你的行为很痛心的时候 你不要心里觉得一成 哇 师父讨厌我 从来没有 真如老师有说过 善之士从来不会讨厌我这个人 善之士只是讨厌我心里的烦恼 还有讨厌我会因为自己的恶业烦恼而受苦 好 所以当善之士在教诫你的时候 指点你的时候 记得要把自己和自己的烦恼分开 你要知道善之士是针对你的烦恼 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 针对你这个人 佛菩萨永远只有慈悲 这点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 那 这点如果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能够理解 跟善之士学习的过程 就会进步很多 我这边又想起一个以前师父的故事 师父其实真的是辩论很厉害 我第一次跟师父在课堂上见面 我就体会到师父的辩论有多厉害 后来一直到师父在园区养病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说170公分 然后不到30公斤 这个体力很弱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把师父扶起来 可是师父 比如说有一次 那时候师父的适者有好几位 因为师父视线病得比较严重 就不像以前只有一位两位适者 有好多位适者 一起帮忙打点周边的事情 其中有一位 他刚心当适者 比较不久 然后师父大概是觉得 他条件比较够 常常指点他 调教他 叫他注意一下 他的身口一塞 有哪些要自己注意的地方 但人被讲久了 都会显现有点压力 有一次他很认真地 端了一杯水给师父 有白瓷的杯子 装了 因为师父说 请你帮我倒一杯热水 就帮师父倒了一杯热水 盖好了 杯盖放下来 就放下来的时候 可能他把水装得太满 水就有一点点流出来 流到桌面上 流了一些水出来 那师父那时候要刻意帮他 调教他 师父就说 你这个水怎么倒的 居然让桌面上有这么多水 亏你还是受高等教育 就讲话开始有点严厉 我就看那位逝者 就开始有点紧张 开始有点紧张 而且他就马上就跟师父说 师父把杯子拿开了 师父把杯子拿开 就赶快 一看真的有水 他就一边把它抹掉 用手把它抹掉 一边跟师父说 哎呀师父对不起 真的这上面是有一些水印子 水的印子吗 水印子 但师父那时候就 故意跟他说 水印子 明明是水 你为什么要说水印子 他就更紧张了 其实我事后想 我知道师父什么意思 因为你想把水 讲成水印子的背后 你是不是有点想 大事化小 小事化我的心态 有一点想要掩饰自己过错的心态 其实师父是在抓那个心态 让我们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现行 但是注意 我刚刚一直在说 善之士 他讨厌的是我们内心的烦恼 他不会讨厌我这个人 这是正如老师常常讲的一个要领 但是我们刚才学都没有学得那么清楚 对境的时候会模糊 所以那位逝者 他就开始越来越紧张了 我在旁边 因为我也不懂得正如老师的教解 我也在旁边跟他一起穷紧张 我就很想解救他 然后我就跟师父讲 师父 他说水印子 其实就是水的意思 我想帮他解释 结果那时候师父看着我 然后师父就说 水可以叫水印子 是不是 那我以后叫你人印子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讲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辩论它真正的作用在这里 透过这种严密的教理的思考抉择 可以很快地帮助我们 发现我们内心看不到的盲点 比如说师父为什么那么在乎 水跟水印子 你不要混淆 如果你混淆 我就可以叫你人印子 但这个理路真正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那种 很想掩盖自己错误 大事化小 小事化我那个现行 尤其是面对师长 你这样怎么学的 所以 第一个辩论可以采用这种效果 它透过严密的教理 角色可以很迅速地帮助我们 发现我们平常不容易看到的 内心的这些盲点 烦恼的现行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善知识 它之所以会来逼你 它之所以会来讲你 它是想帮你 它讨厌的不是我这个人 它讨厌的是我内心的烦恼 面对三次的教诫 一定要把自己 跟自己的烦恼分开 这是真如老师讲的一个教授 所以师父说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帮他忙 唯一的办法 总希望多逼逼他 就是这个道理 那后面师父说 如果大家条件不够 你们记住 有人来逼你 你应该感谢他 否则的话 趁早回家去 那还少造一点恶业 至少将来 不会落地狱里受苦 这一直是千真万缺的事实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 因为有佛菩萨化现的师长 来教导你正法 他让你 他逼你去认识到 你内心的烦恼险情 他是不是在帮你 如果人家来帮你 你还不懂得感谢 你反而去埋怨抱怨 辜负师长佛菩萨的用心 这不是很大的恶业吗 所以师父才会说 那你趁早回家去 至少不要将来 堕到地狱里边受苦 然后师父说 这一直是 一直是千真万缺的事实 这边就开始 用一点点辩论的理论 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学辩论 学辩论就是可以 把师长的开示 佛多多开示 更深入的去理解 更精准的去理解 更深广的内涵 比如说 前面提一个咖记 提一个质疑 什么质疑呢 我记得以前师父跟我们说 打死不退 就是你好不容易遇到 这么好的传承 遇到这么好的三知识 你碰到任何困难都不要退 所以应该是师长怎么讲你 你都不能退却 这个跟师长学习的心才对 是不是这样 广论里边有讲 犬心 华言久性里边的犬心 传心 大地心 都是这种特征 对不对 不能说三知识 好像视线呵斥了 我就不学了 我就放弃了 这是不可以的 不能说三知识 要我改的 要我承担的 好像负担太重 我就不学了 这也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三知识 叫我从这里到那里 从这里再来回 反复地要做很多事情 要做很多修正的时候 好 那你也不能说 没有耐心就放弃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三知识逼我的时候 我应该不放弃 对不对 为什么师父这边会说 趁早回家去 免得将来地狱里受苦 还说这个 一直是前真万确的事实 听得懂我问什么吗 你怎么回答我 你怎么回答我 打死不退 不是也是师父讲的吗 师父可能用的原话 不是打死不退 但是意思就是这样 可上可下的时候 向上一步 对不对 三知识调教我的时候 我虽然心里很苦 但是不能退 对不对 我要继续努力 怎么可以放弃 就不一指三知识 那为什么师父这边会说 趁早回家去 还至少将来不会地狱里受苦 还说一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怎么理解师父这段话 还是你被我的质疑问倒了 区分得出来他的内涵吗 我说啊 就是我们练习用这种 类似辩论的理路 去了解师长的话 佛多的话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入 更准确 你们要想一想吗 其实也没办法让你们想太久 因为这个是影片 我不可能在那边空白一分钟 让你们想 但是太早跟你们讲答案的代价就是 这个你们很快就听懂了 然后就很快就忘记了 因为没经过思维 所以思维很重要 你们稍微思维一下 听清楚我刚刚的问题了 师父说 师父原来这一段开始说 有人来逼你 你应该很感谢他 否则的话趁早回家去 还少遭一点恶业 对不对 可是师父跟正如老师 很多开始都说 你遇到这么难得的传承师长 这么好的教法传承 我们应该可上可下的时候 要向上一步 绝对不可以随便退 怎么可以随便舍弃自己的师长去退 这两段话怎么理解 其实不会很难理解 关键在哪里 师父这边说的 有人来逼你 你应该感谢他 他讲这句话的所化机是什么 就是那个 还没有确定要一指三之四的人 他跟佛法接触 他有缘 但是他还不知道一指三之四的重要性 他也还没有意识到说 他遇到这个佛法 遇到这个传承的真鬼性 那个时候呢 如果佛不上化现的师长指点你 你反而排斥造违缘 是不是会伤害自己 所以师父在广论录音带里面有讲过吗 说 佛不上为什么不敢来 不是说他不想帮我们 他是怕我们什么 我们不认识法 我们又无知 佛不上真的来我面前要帮我们的时候 我们反而排斥佛不上造了恶业 那不是把我们送到地狱了吗 所以师父说 不是佛不上不来 是他怕我们基础还不好 好 就这样见到了之后 你又不会好好的造三业造恶业 反而把你送进地狱 广论录音带里面有这样讲 后面我们刚刚讲的打死不退 什么意思 你已经确定了一指三知识 你遇到好的师长 你自己也确定要一指他 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退呢 你这时候一退 不就是请为知识而不善一吗 那不一过患都跑出来了 那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两段话对的是 不同的所话即讲的 听得懂意思吗 如果你已经遇到了 具德的传承善这事 你也确定要一指他的时候 那当然不能退 华音九星就是叫你不能退 你一定要认真地继续地一指他 不放弃地跟他学 你最后才能最快地成佛 你才能够得到一指三知识的各种胜利 如果你自己半途而废 已经确定一指三知识 你又不好好一指他 甚至你气舍他 那会得到不一过患 所以当然不能退 对不对 可是对于还没有确定三知识 还没有一指三知识的这种所话即 就跟他讲 其实你要小心 你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 你碰到那个逼你要帮你的人 你不要随便地伤害人家对你的好意 你不要随便地排斥人家对你的好意 万一你排斥到的是佛菩萨的 那不是自己找苦吃吗 两段话的意思分清楚没有 我这一段只是要让大家体会一下 为什么师父常常说 用变经变论的方式学习经论 祖师留下的这个方式是一个最好的 学习经论的方式 就是这个特征 听得懂吗 结束目 为什么 道尼 有呀 做一些 证明的 我来说 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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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你 看 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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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是